总统参与我后面跟着副总统赖清的行政院长苏仁昌 党团总召科建民宣布府院党背书的重大宣布 国际标准订定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值 以及放宽三十月零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 这是一个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 不用透过立法院用行政命令就可以实施 三十个月以上美牛跟美猪符合国际标准确定进口 台美双边贸易协定有谈判条件 此时此刻台美关系达到数十年来最好的状态 美国从国会到企业界都明确的期待 台湾有跟美国可以有更广泛跟深化的经贸往来 甚至对台美的BTA都乐观其成 我们已经做出决定 请大家跟我一起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推特发文 感谢蔡总统为双边合作打开大门 台湾目前猪肉九成自产自销 加拿大跟西班牙猪肉进口也只有不到一成市占率 想降低美猪进口冲击总统亲自沟通 但想到选区可能的反弹 民进党立委王美慧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是有点吓恨 我没去想到会这么快 他也说滴滴的这部分也难过好 一旦我们的猪农受到冲击的话 那当然整个经济会再面临困顿 向中央呼吁一定要保护猪农 云降丹猪农同样忧心忡忡 冲击很大但真的标示了 标示了就会让反而 农委会成立100亿养猪基金 明年元旦开始 就连散装猪肉都要标示来源 美国 台湾写清楚 民众自由选降低养殖产业重击 三里新闻李维廷 优家伟 全家文综合报道